神情凝众的下车 威廉王子协同艾奇凯特 来到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私人住宅 山君汉姆堡 这里是王室过去共度耶诞节的地方 如今被民众悼念的鲜花和流言给淹没 威廉夫妇也和民众亲切互动 不过有媒体捕捉到威廉王子 与现场民众的这么一段对话 这段话抑制威廉王子25年前 参加母亲戴安娜王妃的葬礼时 也有着同样的一幕 当年只有15岁的威廉和12岁的哈利王子 一同低着头跟着母亲的灵鹫行径 哀奇的表情让全英国的民众看了相当揪心 但事过境迁 自从2020年2月 哈利出走王室以来 兄弟俩就鲜少在公开场合上互动 不过英国媒体指出 女王葬礼的当天 灵鹫将从西敏厅移到西敏寺 威廉和哈利王子将在护送队伍中 再次并肩同行 险见女王驾崩以来 兄弟俩似乎有默契的暂时放下恩怨 英国媒体的另一个焦点 落在深陷性侵遗云的安德鲁王子 据悉女王葬礼当天 安德鲁王子将或许穿上 海军中将的全套军装出席 按照皇室规定 非皇室成员不得穿着军装出席葬礼 而安德鲁王子早已被女王拔除荣誉军衔 与自愿退出王室的哈利王子 同样应比照办理 不过自从哈利抱怨 王室不让他穿着军装参加葬礼后 大批民众都替哈利抱不平 王室碍于民意 又公布了最新消息 现在不止安德鲁王子 哈利王子也可以穿着军装 参加女王的葬礼 这新闻林美杰林立卫报道